在新北市目前有200多处的银法族俱乐部 以及18座的公共拖劳中心 不过从今天开始在三支的三合社区活动中心 将启用第19座的公共拖劳中心 虽然原本在这里就有关怀据点活动 不过据点的活动并不是每天都有 因此在公共拖劳中心成立之后 长辈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随时都可以来参与活动 社会福利再升级 新北市政府近几年积极成立 公共拖劳中心以及拖劳中心等社会福利机构 而目前在新北市内已经有37间的公共拖劳中心 以及200多处的银法族俱乐部 而这一次在三支区的三合活动中心 由市府委托双联社会福利基金会 所成立的公共拖劳中心 将会从今天开始为三支的长者服务 武装做了五年之后 然后我们接后来这边做两年的据点活动 然后之后配合卫补部的一个计划 然后卫补部其实也是希望说能够发展 从据点的服务 因为据点服务是一个礼拜 大概是一次或两个礼拜一次的活动而已 那么希望说长辈 健康长辈其实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 他随时想来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可以有活动可以参加 所以把原本的据点活动的内容升级扩大 双联社会福利基金会表示 其实成立这一座公共拖劳中心 就是希望能够让健康的长者来到这边参与活动 而在活动中最主要有两个重点课程 第一个就是让长辈可以保持身体上的健康 因此在课程中会有许多的健康知识讲座 还有学习跳舞以及做健康操 而另外一个重点也就是要顾及长者的心灵健康 课程中会提供许多的趣味竞赛活动 首座课程等等 就是希望让长者来到这边 不只是只有一个人 还可以和大家体验丰富的生活 谢谢日拖照顾 还有银法族纪录部节牌 正式开始为这个老人来服务 对我们这社区的老人帮助 服务利益非常的有效 有五天然后有六个小时这样子 对所以他们就算不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来这边跟其他长辈聊天也可以 我们还会有一个泡茶区这样子 对他们就来这边泡茶聊天 每天在活动他在旁边看 然后泡茶聊天 其实这样的方式也是可以 双联社会福利基金会表示 其实在三支的三合社区 从七年前就在古庄里成立了关怀据点 接着在新庄里也成立 长期下来也丰富了不少长辈的生活 而这一次成立公共拖劳中心 等于就是关怀据点的升级版 从原本一个星期只有两天的关怀据点 现在每天在活动中心 都有六个小时的课程 星期一到五都有活动 就是希望让长辈的生活 可以更加的多彩多姿 记得是转意3G采访报道